現在我們來看看 老師一登入OneNote之後 你會發現你所停留在 叫做發現裡面的課程這個地方 那其實呢 你只要進到這個發現 他都是公開的 也就是說大家只要進到OneNote 通通都可以看到 單元就是只有一個教材 課程就是所有教材的集合 那群組就是班級的概念 不過我們今天的重點不在群組 就是主要就是在課程 讓老師把OneNote當作是一個教材的資料庫 所以我們要的是這個功能 那你可以在這裡面看到 也有一些課程資料 那也有別的老師的 所以如果你有喜歡的 你就可以在這邊 直接加入也可以 那麼除了發現以外 老師有沒有看到左邊還有兩個 左邊這兩個 這兩個就是你自己建立 或者是你加入別人的 所以這兩個就是你自己的 自己的課程 或是訂閱別人的課程 這樣有了解囉 好 那現在呢 因為老師都是空的對不對 我們就從右手邊這裡 如果你是空的在下面就有一個叫做建立 你可以先建立 建立一個課程 來我們按一下 好 按一個建立 這樣就有一個課程囉 您的右手邊這個圖啊 也都可以改哦 設定裡面圖片 有沒有很多也可以自己上版 平常我都比較認真啊 我都會做一個自己的 哈哈哈哈 所以您可以看到像我這裡 我的教材裡面就有很多 有沒有 我有很多 我就會把我喜歡的 或者我有在上課的 不管是我的還是別人的 我會整理起來 那以後我就可以飲用 所以這個是我還蠻喜歡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來看老師進來的 裡面呢 除了有課程以外 我們還需要一個東西 其實OneNote這邊的課程 比較像是好像老師在用瀏覽器 有沒有我的最愛的功能 書籤的功能 你會不會把所有的網站都加在根目錄下面 不會 這會分門別類 所以我們這裡有一個叫做主題 所以您一定要增加最少最少一個主題 比如說 早上有老師是國文課 還有藝術表演課 好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主題 把它一個一個加進來 數學課 然後還有什麼 自然課都好 那你增加進來之後 可以自由的透過左手邊這樣調整它的排序 好了之後 我們來看看 以老師最常用到的影音教材 你看哦 我們在這邊 影音教材 我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 我們應該找YouTuber 這裡 老師想要找哪裡 資網中心 我來找看看我們這裡 OK 我們的影片 有介紹的 你看 這個就是以前三年前來這裡上課的 好 假設我要這段影片 你看我點進去 好 有沒有 剛好那時候也介紹玩弄 沒有啦 這讓他們加入 如果我要這段影片 因為以老師以前整理 影片的方法 你需要把網址複製起來 對不對 這是最重要的 要不要把標題加一下 那把這個畫面加一下 是不是更容易辨識 甚至你要加個說明 那我們不用 在OneNote 只要有網址就好 你看我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 我拿回我們剛剛這裡 好 假設這個跟自然課有關係 新增單元 按一下 在OneNote裡面 最多的教材就是影片 所以你不用打字哦 拜託各位 我很捨不得老師打字哦 請你直接按儲存成草稿就好 把網址貼進來 有沒有發現 標題有沒有把你抓到 你就點它一下 有沒有就上去了 好 第二個 老師可不可以自己指定 播放的起氣時間 所以這段影片我想要從 一分鐘開始播放 我就調好 好 然後大概播到五分鐘就可以結束了 我就調好 有沒有這樣就OK了 那請問老師 他可不可以看前面跟看後面的 當然可以啊 也就是說你進來的時候 他預設會從這裡開始播 到這邊就停止 但是他還是可以拿這種時間走 跳到前面或跳到後面看 這樣老師了解意思哦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畫面的縮圖 有沒有自動幫你抓了 對不對 這樣就好囉 你就捲到這下面 純層草稿 有沒有我們一個教材就做好了 所以你只要一個網址丟進來就解決了 是不是快很多 那 問一下老師 請問老師有沒有用過 Youtube的播放清單 有 你有沒有把自己的一些常用影片就整理在那裡面 如果你有 恭喜你 因為 直接叫進來就好 來我們試試看看 你看我早上的 早上的在這裡 早上的那一場 上午場 總共有八段影片 有沒有八段影片 所以我把這個網址 複製一下 拿到這邊 按加號 我用藝術表演好了 有沒有 Youtube的播放清單 好 我們就把網址貼進去 這樣會很過分嗎 應該不會嘛 自己決定就好了 所以你以前有做的功課 現在 你的回報就有了 就直接加入 好 有沒有全部進來了 真的很方便 真的 怕老師沒教材而已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子 你就可以整理好 當然上下進去 你可以直接調整 這些都OK的 好 如果你覺得不OK 你可以再編輯一下 剛剛那些資訊 都還可以再改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就要來出問題囉 因為在影片裡面 可以出題 那我們來看看 影片裡面怎麼出題 好 來你看 我回去編輯它 在這裡 旁邊這裡都有這個 對不對 你可以編輯它 老師沒有感覺到我今天滑鼠也比較 癢得比較肥嗎 你們不覺得可以看得比較清楚嗎 有 這個是Windows10以後內建的功能 對對對 你不知道嗎 如果你還不知道 趕快 這裡你要揮一下 不過Windows11的設定的位置跟10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們這間教室是Windows11 你有發現它的工作力是自中嗎 好 自中的就是Windows11的 好 你先看一下 點這裡 點設定 你會看到有一個叫做藍牙雨裝置 滑鼠看到了 在這裡 按下去 有一個滑鼠的指標 你看 有沒有它的大小 最大可以這麼大隻 養這麼肥 顏色可以自己改 這裡你可以自己改 也可以自定顏色 這樣會的 但是老師留意一下 滑鼠變大隻之後 手會比較粗 有時候比較不好按 因為我們的尖端還是在尖端 有沒有發現 所以我通常還是不會放到最大 對對對 這個老師可以參考一下 你可以 這有一個影片 對對對 好 來我們來出題囉 你看 你進到剛剛的編輯裡面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題目 點開它 新增題目 按下去 那老師的題目 你就可以在這裡打 那這裡呢 是一個編輯器 所以你可以有網頁的語法 有大有小 然後有超連結 通通都可以 你可以把圖片貼進來 也可以授權 從你的雲端硬碟 直接讀檔案進來 都OK 好 比如說你看 我就貼一個我的圖片 好的 我們剛剛在這裡 我就把這個 複製 我就拿過來貼上 有沒有圖片就進來了 所以這個你可以自己決定 所以再來 題目 總是要告訴人家 什麼時間要出現吧 這個是10 分秒 所以我現在假設 我想在4分鐘的時候出現 我就打這樣 那如果呢 你要給它選項 好 A選項 B選項 C選項 是不是都有了 後面 單選題就勾一個 副選題就勾兩個 就這樣 純巧 有沒有題目就設定好了 很簡單吧 請問老師 一個影片可以出幾題 你覺得可以出幾題 很多啊 很多啊 對啊 但是我會建議老師最好三題就好 因為超過三題 學生會抗議哦 老師可不可以讓我安靜的把影片看完 哈哈哈哈 別說問啊 有啊 好 那你可以再增加 有沒有跟這個人家第二題 對不對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先做一題 那好了 我就按儲存 這樣就完成囉 你看我們的教材準備好了 好 那最後只剩一個步驟 因為老師剛剛所做的這些改變 我們還沒有怎麼樣 做一個發布 所以你現在都還是所謂的草稿階段 那未來如果老師你有做任何的更動 不管是刪除 還是修改題目 還是修改裡面的標題 一定要再按一次發布哦 好 來 你看我按一次發布 那因為我是第一次 所以他會問你 要變成公開的 還是非公開的 公開的就是可以在發現這邊被看到 如果你不想被看到 你就按非公開 右手邊會變成一個 紅色的手頭 有沒有 這樣就表示我已經發布好了 這樣就解決了 這樣就沒事囉 現在怎麼辦 就來這裡哦 我們剛剛不是請大家用相同的帳號 註冊 註冊 還能教室跟one note嗎 你只要回到老師你自己的教室 按一下這裡 就會看到啦 有沒有看到 有對不對 因為他預設進來是看到你自己建立的 所以你建立了哪些課程 在這邊就馬上看到 你就會馬上看到 你也可以訂閱別人的 那就看到別人了 好 那你剛剛的課程 你看 你點進去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是影片題 兩邊都可以按 有沒有跟我們剛剛示範的一樣 兩邊都可以按 但是要注意哦 有部分的 是one note不支援 而歐寒的教室不支援的 我就要用右手邊這個 就是用one note的模式打開 你看影片題 我就是用這個打開 那老師你去看一下 看看你剛剛設定的幾分鐘 要跳出來的有沒有跳出來 來來你自己試一下 如果你自己幾分鐘忘記了 自己回去看一下 我們這邊跟老師補充一下 就是如果你這樣打開 老師應該會發現 預設在我們one note的右手邊 是不是有一個寫筆記的欄位 如果你覺得這樣子 有點打擾你的 你可以把它隱藏起來 有沒有這樣就藏起來 你就有比較大的空間 所以其實 我們雖然沒有one note 用one note完整的功能 但是你看 你看我歐華雲倫教室 搭配one note的教材 是不是也很不錯 就是你可以在 影音教材 我們在整理上就變得比較方便 當然其實說真的 除了影音教材 老師有沒有可能有其他的教材 也有可能對不對 所以你看 我們這裡 這裡面 也有一個 除了這種 影音的 也有一種叫塗鴉體 塗鴉體的話 它其實是這樣子 你看我用one note打開 它其實會在右手邊 會顯示一個筆 有一支筆 可以讓你去塗 比如說 你看我現在問的是 魏潰陽 老師都知道 我們常常講 叫幽門感劇 那幽門在哪裡 我們就可以讓同學 比如說 我用這樣子 我就可以找同學 是不是可以搭配 歐哈人教室 或找同學 現場來上面 來上面畫 因為教室現在都有大屏的嘛 那就可以來這畫 是在這邊 還是在這邊 這樣子 所以 等同說就是 我們現在有更多的工具 讓老師可以在教學上去應用 不像以前 就只能在黑板 或白板上 所以你的教材 整合到 這個 雲端裡面 其實是就變得比較方便 老師不管走到哪個教室 也不用擔心 忘記帶走嘛 像這樣子 這樣老師對我們 今天主要要上課的內容 有沒有一個概念 可以喔 最後這些東西 記錄是不是要匯出來 好 你看我們在左下角 教室設定這裡 有沒有這樣一鍵備份 你可以把它按一下 那這裡你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我直接 跟Google帳號登錄授選之後 就存到您的雲端硬碟上 一個呢 就直接下載到這台電腦上 都可以 你看我就 看你要拿幾個 我就勾兩個就好 你看我把它下載 它就會出現兩個喔 一個 有沒有兩個 兩個是不是都是Excel 好 那我就把它打開 我們在這邊你看 老師做的這些內容 有沒有 哪一組得到幾分 個人得到幾分 有沒有通通都進來了 這樣你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好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歐寒的教室在這塊還蠻不錯的 即使老師用的 你看你現在是不是都用免費帳號 是還可以接受 有付費當然是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學務系統 就直接幫你把學生就帶進來 跟老師現在用Google Classroom一樣 你連去拉學生的機會都沒有 好 但是我們免費的 至少它也提供了 您直接從Classroom直接匯進來的功能 這樣你就比較不用擔心說 我還要一個一個加學生 這樣了解囉 OK 所以老師您看一下 看看有沒有哪些功能 是我今天還沒有跟大家提到 我們剛剛講的P4 課堂表現這邊 如果老師要清空就從這裡 有沒有歸零 就是他的右上角都會有記錄或者選單 這樣子你就可以發現 好這邊還有像學生分組的記錄 有沒有都留著 你也可以把它刪除 或者重新命名 對你也可以重新命名 讓你自己比較記得 好比如說這是期中考之前的 期中考之後的類似像這樣 我們以後再辨識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這裡有一個我們有講到的就是 訊息廣播 這裡 好 你看 我按一下廣播 這邊好像都離開了 都走人了 沒有關係 就是這個很適合就是什麼 就是比如說我們讓同學分組討論 然後就按一下 他就同學的平板上就跳出來那個訊息 同學要回來喔 類似像這樣 其實這個 這個的使用 老師應該感覺到 歐哈雲敦教室會不會很難 沒有對不對 還蠻容易上手的 今天如果是用My Viewport 那個線上的白板 那就不一樣了 對 他就比較像電腦教室那種概念 就分成兩個 有沒有去控制 那這個看老師要的功能 也不是說他不好 只是說他相對 你要上手的這個時間 會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他的功能就比較多 所以 看老師的一個需求這樣子 OK